一个拍币的价值100美金 拍将超越比特币和以太坊吗 首月暴露了一个没有太多人注意的重要消息 然后在这6个月的时间 尼古拉斯会做些什么让拍的价值更高呢 上主网后我们获得了拍币 我们就立刻抛售兑现现金吗 视频最后和大家分享两个手机免费弯矿加密货币的APP 这两个加密货币已经可以在交易所做交易了 OK 我安门开始内容了 今年拍上主网已经是确定的事情了 距离上主网的时间不到6个月 这也就意味着我们6个月后就可以免费货得拍币了 今天我们来谈谈2021年底上主网后 拍的价值是多少 能不能超过100美金呢 在这里给我插播一下频道的介绍 我给大家介绍这个频道主要发布的内容 大家好 我叫小轩 这个频道主要是和大家分享关于如何在网上赚钱的方法 以及如何使用我们的手机赚钱的APP 如果你感兴趣 请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拍的价值取决于我们对此的共识 进入中国市场后开始了几何级的爆声 因此如果共识越高 未来拍币的价值自然就会越高 而且好处是它能让我们所有人都能参与进来 实现财富的重新分配 在5月29日 拍的应用首页进行更新 最近越来越多人发现到了拍 并且从三个星期前的1700万活跃矿工 到现在在全球已经突破1.800万活跃矿工了 可以说共识越来越高了 然后在下方说 可以的话 以更高的速度挖拍币 因为上竹网以及当拍达到一亿参与的先锋时 挖矿速率可能减半或降至0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 还可以免费获得拍币的机会哦 APP内置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参与 事实和共识一致 事实便是在这个商场里面 有多少人知道拍 共识就是有多少人去交易拍 然后APP的首页 暴露了也没有太多人注意的重要消息 大家可以仔细看Pi Network 首页上的图 尼古拉斯把上竹网放在最前面 也就是Maynet先 才能达到一亿先锋 接下来到十亿 他的意思其实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不管下一步的活跃先锋有多少 上竹网现在已经是他首要会做的 以及最重要的事情了 也就是说上竹网跟用户有多少 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满足上竹网的条件之后 就会上竹网了 现在测试网正在如火如茶的测试中 16万钱在节点 15多万已经开了容器的节点 钱包也已经在测试 一旦测试网准备就绪 就可以上竹网了 然后大家担心的KYC问题 方案已经在开发了 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KYC的问题 要是有任何的新消息 官方也会第一个时间更新在Pi Network Pi的价值不仅通过异货决定 而且还决策于第三交易所 也会随经济波动 而出现不白稳定的现象 Pi Network正在建立一个点对点市场 先锋将能够直接使用Pi币来购买商品和服务 然后Pi的目标是在2021年第四季度 开始尝试Pi的应用内转账 在Pi上竹网之后 Pi的核心团队无法控制核实加密货币交易 例如币安 Qambus Quicken等 核实决定将Pi列入名单 但是Pi币将能够在项目的第三阶段 也就是上竹网的时候进行交易 此时交易所可以选择列出Pi币 与此达同时 Pi的核心团队目前专注于实施我们的技术规划 已达到第三阶段 在我们估计Pi的价值是多少之前 我们需要知道Pi的价值是由那几点决定的呢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部分 在上竹网之前 Pi的只将被确定 据我所知 Pi的价值由几点 第一是核心团队 核心团队的公信力及其对社会的信誉度 第二是众多先锋 由于这是逆向工程的第一个案例 开拓者的数量也将是一亿的决定性因素 到目前为止 Pi Network用户超过了1800万 而整个加密数字资产用户是一亿 第三点是生态系统 Dapps和其他相关服务 可以让Pi的用户在Pi社区内感到满意 因此不需要向外看 这将决定其价值 第四基础设施 它背后的技术 恒心共识算法的使用也是一个因素 第五 商誉 Pi Network自2019年以来一直存在 因此也将考虑这个因素 第六 扑印的数量 发行派币总数 所有这些因素都将被考虑到派对美金的价值 那么到底值多少钱 按照官方的说法 价格最终还是由商场定价 可是现在有一家交易所上线了期货产品 价值应该在一美金到一百美金左右 无论什么项目 只要你有庞大的用户基础交易所 都乐意主动上线 纯粹割韭菜的项目交易所也会 价值上 比方HDS 等等 所以价格不必忧虑 因为Pi是区块链版的PayPal 或者是IBM区块链支部体系的个人版 那么Pi币会不会像比特币一枚的价值几万美金 从Pi的估计产量来看 它不会成为像比特币这样价值几万美金一枚 不过 按照官方的规划来看 未来 Pi币的价格可能稳定在一美金至一百美金之间 并且由于其产量较大的原因 规律不会有像比特币那样的大幅波动 Pi的价值由IBM公司更深的来 根据数字模型举办机运算 共进行了九次计算 Pi的实际 价值可能在一百二十美金到一百五十美金之间 接近二百美金 之前不看好的莱特币 也用IBM服务器集群运行模型进行了模拟 目前最高一个莱特币的价值已经突破了七百美金 但是假如要谈到Pi在很多年后的未来价值 会不会上万呢 未来一百年 区块链行业最重要的经济引擎之一 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和国际认可度 未来Pi的价值无可限量 在几天前的晚上 币世界公布最新劲爆内容 谷根海姆的首席投资官表示 一种新加密货币可能会超过比特币和以太坊 据You Today的消息 投资巨头谷根海姆的首席投资官Scott Miller 在接受CNBC最新采访时预测 一种新的加密数 自资产可能会超过比特币和以太坊 Scott Miller表示 新加密资产将能够克服采矿成本和其他问题 这将使其更加优越 只有比特币和其他一些货币会存活下来 但大多数其他货币最终将成为预金箱 海称 修复此前大幅下跌的损失需要一段时间 海王完全全解决采矿成本问题 已经满足全球用户大量快速交易需求 除了Pi真的找不出第二个了 目前尼古拉斯博士和帕沃尔鲁斯纳克博士 也共同完成Pi网络的构建 准备为Pi第四季度上主网进行大备战 这将是世界顶级区块链专家 与世界顶级开言大师之间的今天合作 帕沃尔鲁斯纳克博士 曾经谷歌的所有的安全代码都是他指导的 目前所有世界上顶级的区块链 都是这个鲁斯纳克给开言的 那接下来这六个月上主网的时间 尼古拉斯会做些什么呢 以下有几点尼古拉斯会做的东西 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部分 第一一次又一次对测试网进行更新 和迭代已达到最佳的理想化效果 已达到随时可以启动主网的准备 测试网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测试网络的各种性能 代码的严谨性 故事机制吞吐量扩展性等等 如有发现问题及时进行修正和优化 经反复测试后达到理想下的网络效果 才能进入主网 第二研究决定主网后节点的激励方式 一个区块发放多少派以及交易手续费 是销毁掉还是发给节点 目前在测试网阶段运行节点是没有激励的 但是到了主网没有激励是肯定不行的 光谈理想不得实惠的事情 我相信没人会干 所以尼古拉斯会对根据派网络的情况和市场反馈进行研究 并发布主网后的激励方案 第三 一批又一批的先锋将进行KYC KYC后进入生态应用市场 加速派的流通和内在价值构建 KYC的目的是为了剔除虚假账户 以及一人多号的问题 保证网络的整体 以及每个派有的公平力 一 只有KYC后才能让真正的派流通起来 第四 上线一定有一个的生态应用促进派的流通 以及提升派的内在价值 生态应用式构建派 提升派内在价值的枢纽 没有这些东西 派很难成为全球使用最广泛的机密资产 所以这是除了技术以为的最重要的事情 第五 一次用一次的对钱包进行更新和迭代 在保证安全性的前提下 降低用户的使用门槛 提升方便性 现在的钱包使用还是不太友好 并且功能比较单一 在接下来需要逐步提升 第六 对派Brows 二 进行升级和迭代 丰富更多功能 使其成为全球第一个去中心化 和中心化网络的门户入口 第七 与其他现有的区块链网络展开广泛合作 我知道看这个视频的有一节拍友 已经采矿一年多了 小轩非常敬佩 大家非常有耐心 这是一个漫长的道路 但这个项目需要时间来建立正确的事情 建立一个强大的社区需要时间 建立一个生态系统需要时间 我们并不是在试图建立一个快速泵和倾倒加密货币在这里 那会容易些 但我们对此不感兴趣 我们正在努力创造一个长期可持续的生态系统 创造和建立真正的价值需要时间 而快速赚钱的承诺通常是一种欺骗 与其他加密货币不同的是 其他加密货币只是价值的一种表现形式 比如纸币本身没有真正的价值 而拍的目标是创造建立真正的价值 一种只有通过那在效用才能实现的那在价值 今天存在的加密货币从未实现过这种价值 上主网之时 我相信避免不了很多人拉高清仓去兑换法币 但是小轩我真心的不建议大家 抛售所有手头上的拍币 一 未会破坏拍的价值与生态 另外一个原因随着拍热度越来越高 它的生态流通将会越来越广 此时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机构 企业和人将不断有入拍network 这个时候会产生两种结果 第一 在减产或停产前提下 越来越多的人身 于 必将给拍造成一种稀缺性 之后拍的价值只会越来越高 如果当时你直接抛售完所有的拍币 可能就会造成你巨大的损失 小轩我没有建议大家不要将你的拍币换成现钱 小轩我只是建议大家不要将手上的币完全抛售 另外不见 一 大家抛售手头上的拍币是因为 人们的观点将彻底发生变化 人们一定会觉得 哦 原来拍可以换取我所需要的任何东西 那么如果拍可以获得你想或者需要的东西 那么为什么你还要抛售手头上的拍币呢 相信之后很多人再也 不会去兑换法币着急变现 那此时 生态中的共识价格必将水涨船高 最后 生态共识价格 将彻底引领拍在交易所的价格走势 所以 不必担心未来拍的价格 它一定会稳步上升 请大家耐心点 每24个小时点击挖矿一次就可以了 如果你们想要挖两个 已经在交易所的加密货币 这里有两个APP的名字叫Spark's Play 以及Phoneium 首先我们先看看这个Spark's Play 我们可以在这个APP上获得XP 也就是积分 这些XP之后会兑换去Swap币 由于最近加密货币的市场大跌 所以目前一个Swap代币的截值大约是一毛美金 历史最高涨到四毛美金 之后会继续让环市会跌 小玄不能向大家保证 但凡是免费可以赚钱的项目 我认为都是不错的 那目前官方环幕有一个积分 能够兑换多少个Swap币 至于兑换社会由当社区或者基金会来决定 官方有月估计会在五月份宣布 我制作这个视频在五月尾 目前环幕有一个积分换多少 但相信会在不久之后宣布 无论如何 之后我们的XP积分会兑换去Swap币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每天使用 五秒钟的时间点击一次按钮就好了 这里先和大家提醒 如果在注册的过程中 无法获得手机的验证码 我们可以加入他们的电报群 并将问题告诉社区 过后管理员会协助你 我会将官方网站 电报群和推特粘贴再描述来 大家可以去加入他们的电报群 在电报群上 他们也会第一时间更新新的资讯 第二个已经可以在交易所买卖的 加密货币是Fornium Fornium是卫乌加拿大的挖矿i公司 这个公司成立屋2017年 目前可以在Probit交易所上进行交 亦或者买卖这个和所有的手机挖矿app不一样 因为我们不需要每24个小时点击按钮 我们只需要每周点击一次而已 那么想要了解更多的话 可以去看这个视频哦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视频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疑问 你可以随时在留言区留言哦 频道上有很多关于网路赚钱的方法 很多的网路赚钱项目 都净由我亲身使用并终赚了钱才分享起大家 视频结束后 欢迎大家去看看哦 那么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你们收看这个视频 如果你喜欢这视频可以帮我点一个赞吗 我是小萱 下一个影片再现哦